重返零九山 新马慈祭之宫将在佛陀说法台前律佛 重现如来说法菩萨云集 今年恐怕再创史上最热夏天 南亚提早进入猛鼠学校停课 穷人日子难熬 历时今天慈祭跟农委会合作的 园外大米首次送往菲律宾 台湾米香已经挑香20个国家 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收看 网络直播的朋友们您好 欢迎收看大爱业安新闻 我是陈珠奇 天气越来越炎热了 台湾这几天经常传出食物中毒 提醒您饮食安全要格外小心 至于在三月份所发生的 保龄茶室中毒事件 累计通报35个个案 已经有4个人不幸的病逝了 还有两个人还在加护病房奋斗当中 其中唯一有一位传出好消息的 是这位黄女士 她在住院22天之后呢 终于在鬼门关前活了回来 黄女士面对着镜头侃侃而谈 自己这一段时间的心路历程 同时也为两位还在加护病房 搏斗的病友们送上祝福 看着一幅画就能侃侃而谈 以黄淑君现在的状态 很难想象这一个月来经历了保龄茶室中毒案 一度住进加护病房 住院的时候实际上我的黄胆很严重 基本上那时候是连眼白都不见了 每一两个小时呢就有护士要来量血压跟血痒 点滴是从早打到晚 然后要就是三餐 那时候我只是想到说我还有很多的梦想 就是没有达成 那我一定要活下来 这是我等了很久的一刻 我觉得我的命真的是你们救回来了 经过22天和死神拔河 终于能开心切下蛋糕迎接重生 但这起食安事件延绍一个多月 并非每个人都这么幸运 截至29号再新增一例死亡个案 累计四人死亡 最近这几天 他的肺部的感染变严重 至于在加护病房的重症患者 还有两位 其中一位已经完成患肝 肝脏功能逐步复原 另一位则因为意识状态模糊 还要观察决定后续治疗 我们大家会帮你集气加油 然后希望你就是抱持着希望 坚信自己一定可以战胜 这场战役 大约新闻林一婷李健宽 综合报道 在花莲凤林 这位身穿红色衣服的阿嬷 患有中度的智能障碍 加上轻微的失智了 她的房子在地震过后受损 此际前来修缮 还帮阿嬷剪剪脚指甲 并且带她去礼法轻轻爽爽的 修缮志工走进家里才发现 这个家两年前曾经失火 志工已经来修缮一次了 因此这回见面是一见如故 凤林镇老五子 仿佛在诉说她的斗志 我们现在是把她那个 那个掠缝把它捕 把它灌结实一点 那个水泥 水泥 把它灌进去补满 把它补满 它擦油漆 我当下一摇晃的时候蛮严重 看起来摇晃蛮严重 当下最担心就妈妈 要守护的是她 80岁庄阿嬷 中度智能障碍 患有阿兹海木症 及甲状性肿大 生活无法自理 没关系啦 你看里面有伞 我从我有预示的时候 她就是这样子 这样大大的 她好像有越来越慢 你也怎么 你也乖 你也怎么 叫叫 叫我们抱抱 屋子的事 子女扛着 可爱的阿嬷 旧爱逗人 而其实这个家 两年前电线走火 来帮忙的也是此际 火烧过那铁皮啊什么 只要稍微下小雨啊 里面好像也是一样 同时才会再下雨 好像那些是用 直接人们来修缮 强化一下 看起来感觉比较安心 这份情延续 12天修缮团队进驻 志工与阿嬷 当然也贴在一起 因为她都打刺脚 在外面走 你看这个里面都有一些土 剪一剪会比较舒服 幸知一来 阿嬷开口唱 再推去剪个法 一生清爽的阿嬷 要回去与老屋子继续相伴 她大概也不晓得 屋子已经补了水泥 稳了强柱 有着爱替阿嬷勾处 大爱新闻 这些美志工 萧惠玲 叶金红 花莲报道 在这一梯又一梯的 修缮志工当中 有两位女众的师姐 格外引人瞩目 她们从搅拌水泥 扛砖头到补土 样样都能够做得到 其实她们都不是专家 只是用心学到会 无独有偶的是 这两个人都曾经罹患癌症 她们格外珍惜 平安健康的每一天 能为众人付出 73岁的李玲玉 身材娇小 却是名作专家 十多年前 罹患膀胱癌 经历十多次化疗 李玲玉抱持着 乐观的心情 把握机会 发挥专业 生病大家都会 我们是五股杂粮的 大家都会 你不要去想她 我们的心没有病就好 我很快乐 我过一天就很快乐 我每天都把它当作 我是最后的一天 要粘瓷砖或补墙壁的水泥 成分不同 该加多少水 李玲玉很快就能抓好分量 加快工作流程 65岁的蔡素敏 八年前因为胃癌 切除三分之二的胃 经历过病苦 放下以前追求世间财的习性 全新服务人群 我永远在追钱 我一天可以做两到三个工作 可是我还是没看到钱 那当我生病的时候 我发觉我在生病 我也一样这样子过日子 那为什么我要追着 那个小肝仔一直走 北昌这一户边间的人家 餐厅 厨房跟浴室的壁面 此专破损 遇证不断 洗澡上厕所都胆战心惊 我都不敢去洗澡 上厕所都很怕说 会不会再掉下来这样 团队就进来了 让我很感动 实际的爱心 真的很棒 七十多岁的泥座师傅 细细磨掉壁面的小碎石 其中可视大有玄机 有小机会松掉 它没有掉下来 水泥液粉的话 它会被那个水泥粘起来 一抚下去的话 它会有一个洞一碰 趁水泥还没干透 志工细心擦拭多余的痕迹 祝福乡亲有个干净安全的家 大爱新闻唐南军张略嘉 花莲报道 强证过后到现在通报 需要此季修缮的房子有305间 目前已经完工97间 动员的志工就有258人 其实修缮过程是非常不简单的 需要各个团队 各种不同的专业相互补位 甚至有的志工是专程从台北 开着自己的休旅车来到花莲 车子一打开 满满的是堆叠整齐的各种修缮工具 这位蔡明洪师兄 本身是一位厨师 他说从九而一开始 累积了修缮经验 一直到现在 所有事情都是从不会学到会 现在很难找到这个磚吗 在厂刊的过程里面 我们如果觉得立即性可以协助的话 那会请他签一个同意书 那我们也会建立在我们的手机上面 一个记事本 勘查污损详细记录修缮完成后 还有这个动作 持续都还会再来关心吗 制作完成还会来做一个复勘 是让我们的乡亲确认做完了 那请他签个名也等于是验缩 我们这边地基是硬的 这边夹盖出去软的 他就往这边切 这个要钉打进去再钻墙 他才会结合 因为其实还没9月即使 我们经测每次的一个针建 都是北区域回来协助 其实那个就是菩萨的一个训练场 到时候921以后马上散去 所有各自烈养的学校去做 这种情况 后续陆续才会 因为也从那个时候才知道说 什么绑干筋什么方向 这台车你的 对 因为全部都在我们这边修缮的一个工具 所有的工具包括钻焊机 破坏器还有钻钻什么 全部都塞满的 里面的工具那个切割机也两台 上面还有一台那个磁砖切割器 0918玉璃我们在做修缮的时候 其实来得下当下才知道工具不够 那工具不够原则上我就采购 天气闷热 整天下来衣服布满汗水结晶 成了常态 当然辛苦 一定会辛苦 但是我想看到我们所有灾民 我们帮他修复那一种笑容 我们就 我想这个是我们最需要的 北中南中 永远同心 自己带过来的 我从哪里带 上话 就是一些电动锤 还有吃酸的切割剂 从上话往南 从南回上来 这样开多久 9小时 哇 不对 轮流啦 有轮流开啦 桌上小鸡 中部生理爱 GO 跨区爱接地 棒棒相传 不落地 大一新闻 萧思杰 刘洪志 华联报导 好 相信华联相亲都会记得他们 地震中有一群另类受灾户 他们就是太鲁阁西宝国小的学生 学校现在暂时回不去了 他们来到平地就读 希望赶紧回到森林中 休息一会三分钟广告后 回到新闻现场 什么是圣食 因为卖相不佳 标签过期等理由 从货架上被淘汰的 或是买太多来不及吃掉而丢弃的 都算是圣食 也就是说 圣食是可以吃却被浪费掉的食物 根据联合国农粮组织调查 全球每年浪费的食物高达13亿吨 足以为保目前全球8亿4200万 挨饿人口的两倍以上 在台湾 每年便利商店 量饭店和超级市场 浪费掉的圣食金额超过38亿元 换算成营养午餐的餐费 可以让34万名弱势家庭的孩子 吃上一整年 为了减少食物浪费 台湾行之有年的厨余回收制度 甚至还细分养猪厨余和堆肥厨余 盛食在台湾 仿佛有了第二春的好亏宿 让我们在丢弃食物时 少了一些罪恶感 我们刚开始 就是隔夜的面包 我们就丢了一下 给人家用的话 你会感觉说 就是物尽其用 没有那么浪费 毕竟还是可以吃 可不可以让需要人得到需要 所以我自己也就是说 看到我成立了 才变成一个超级市场的食物浪 我们确实丢掉许多食物 外观不够完美的食物 卖不掉的过期食物 消费者吃不完的食物 在我们眼中 失去价值而丢弃的食物 对某些身处社会底层的人来说 却是赖以为生的美味针修 这些摊商 他们不管卖鱼 卖肉 卖菜 卖水果等等 那在他们这个食材 就是说不要说一直卖到它 不能卖了然后丢掉 那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在那个食材还堪用的情况下 能够捐出来 给我们乌丰在地的社区扮演协会 来把它喷煮之后 然后给供餐给当地的老人价值 买比较不出的 叫他说老乞华人 那些人也都很有爱心 他就都老乞 食物在于充分的利用才有价值 利用而是把它浪费掉了 那就是真的是浪费 尤其台湾这一块的爱心浪费 跟食物浪费这一块 是非常严重 习食社区化 向外募集剩下的食材 做成了饭菜 供弱势的独居老人温饱 利用盛食温暖了人心 也找回了食物最原始的价值 食物是许多人辛苦生产出来的 更遑论世界的某个角落 还有许多人正在缺粮无法温饱 了解食物的来源与珍贵 培养珍惜食物的心 就是减少浪费的简单开始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不知道您是否做好准备了呢 科学家告诉我们 今年夏天北半球会再创历史高温 我们光是看过去一年的气温统计 不难发现温度确实在节节攀升 从去年的7月份开始 地球温度就已经超过了工业革命之前 升温达到了1.5度C 而且是一去不复返 温度一直往上升 到了2024这条黄色的曲线 你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它的温度直逼2度前进 高温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当其冲的是农作物可能会因此欠收 水资源的匮乏会引起墙水大战 再者对于工位 人体健康造成威胁 最后当然是炎热用电量倍增 会对能源也形成了挑战 光是南亚国家现在都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夏天 就已经有4个国家他们的气温 因为飙迫了40度 而宣布学校全面停课 该才远距教学 只不过在这个最热的时刻 孟加拉明明已经发布了高温警报 政府却突然宣布要恢复实体上课 孩子们挤在闷热的教室里很容易中暑 让家长相当担心 学生家长也不知道这个政策到底为了什么 在外头踩三轮车的车夫和乘客都热到受不了 只好撑着伞带孩子们去上课 孟加拉政府在连续停课好几天之后 突然宣布要全面复刻了 现在孩子们只能在大旱淋漓之下 冒着接近40度的高温 中暑的风险会到学校去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印度 印度的酷热现在是南亚国家当中之最 所以方方面面的影响百姓的生活 刚才提到尤其穷人会被影响最为严重 因为他们的家里可能没有冷气 也许连电风扇都没有 外头做生意的小贩 从卖菜的到踩三轮车的都苦不堪言 当然炎热也影响了印度的选举 因为现在是印度国会大选 第一阶段选举刚刚结束 投票率硬是比上一次要少了4% 分析认为是太热了 人们连投票都懒得出门 烈日当空不止人要撑伞 水果也要遮阳 没办法撑起阳伞的摊子 只能客难以应 热浪来袭 印度西孟加拉邦部分地区 气温标迫设施44度 首府加尔各达 街道上行人熙熙落落 天气太热不止影响出门性质 更交习了投票意愿 号称地表最大规模选举 印度长达六周的国会大选 19号起的第一阶段投票 投票率只有66% 比2019年下跌了近4% 那时媒体就猜测 高温是罪魁祸首 26号展开第二轮投票 依然不见其色 恰迪斯加尔邦气温高达设施42度 来投票不但可以领到免费冷饮 还能在设有大型风扇的帐篷里排队等候 但七阶段投票将持续到 6月1号随着气温节节高升 如何避免选民热情不升反降 将成为政府的新课题 带来新闻江玉庭编译 2500年前的印度也许不会有现在这么热 这个画面我们看到的是 菩提加耶的灵灸山 佛陀曾经在这里开演大法 这一回新马地区的慈济志工 将重返灵灸山 在这里举办御佛典礼 那么特别的是整个筹备活动 至为关键的是 有一群志工要先到灵灸山 做网路测试 因为这里的网路不是这么样的好 就怕到时候跟花莲禁私经社连线 会发生断讯的状况 所以筹备工作样样仔细 中文 印度文 加上罗马拼音的大字报贴在墙上 大家跟着慈济志工请练手语 这是4月中旬之后 印度菩提加耶会所 每天人生顶飞的景象 为的是准备5月2号 此季58周年的生日礼物 我们希望能够成就 这上人翻转佛国的心愿 在灵灸山上演绎 灵灸山上这一首歌表达 我们千百亿切以来 仿若世境再现的那一份情景 灵灸山会上我们一直都在 由于歌词是中文 印度的本地志工和职讯班学员 得克服远障碍来学习 负责教学的实惠力 因此想了妙法将歌词 逐端拆解成画面 让大家能更记得住 这是有鸟飞到山上 然后那个灵灸山上的地方 我们跟上人说 OK OK 这个法源不会但会永续下去 然后又说 佛陀在说法的时候 我们要打开书来看 所以就给大家有这样子的 一幅幅的画面 然后就有佛陀说 在更加记得说 原来有这样子的动作 这份礼物除了展现 佛乡志工团队的人文凝聚力 另外要克服的 就是网路的稳定性 志工采购了当地的WiFi路由器 从山下往上走的过程中 就一路测试 因为这里的网络是很差很弱 如果有大风的时间 它的网络都会减低 也不顺利 所以变成我们就是要一直在看 哪一个角落 哪一个点比较适合 所以我们就是要用一段时间来试 纵使困难重重 佛乡的志工团队依旧想方设法 逐一克服 期待这份周年礼物能圆满 重现当年佛陀说法的 庄严景致 大爱新闻 沉舍美志工杨文辉杨秀春土贤兆印度报道 0403的花莲墙镇发生之后 有一群另类的小小兽灾户 他们就是位在太鲁阁山区里面 吸保国小的学生 因为当时中横交通中断了 所以他们受困在学校里头 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 当时的饮水跟食物都是靠附近的村民来帮忙 不过老师很用心地安住学生的心 现在他们终于脱困了 但是学校暂时回不去 所以所有学生都来到平地 秀林乡的富士国小暂时就读 其实西宝是一个很特别的学校 它位在中横的一个台地当中 算是太鲁阁比较偏远的地方 可是西宝是台湾第一所公营的森林小学 一棒着青山绿水就成为他们最好的教材 这个学校在海拔900多公尺 学生只有45人 老师15人 加起来师生60人是全部住在学校里头的 学校强调的是所谓的三生教育 生态生活跟生命教育 每一个西宝的孩子都非常的特别 因为他们的成长历程跟一般的孩子不一样 开心逗趣的表情 小朋友笑足颜开 暂时忘却了地震的阴霾 会不会害怕 不会 因为现在都没有地震了 大部分都没有 绕过半个台湾 安置在富士国小就读的西宝国小学生 童言童语也说出了内心话 这边上课会比较安心 不会啊 每个班都一起上课啊 对啊 所以想要回到原来的学校吗 对 这样就可以一般一般的 就三个年级在一个区域上 大家互相职业 对对 只能互相职业 如果台风因为风路大概都是在我们这边 坦白讲蛮习惯的啦 学生想回到西宝上课 除了可以分班以外 最主要的原因 校园环境真的好美 因地理环境特殊 位在中央山脉的群山中 西宝国小是全台唯一坐落在国家公园内的小学 山明水秀 四方和六角形的校舍 建筑曾被专业杂志评选为年度最佳建筑奖 尽管在强政过后没有损坏 但短期内恐怕回不去了 大家都好喜欢西宝国小 对啊 可能还没意识到我们要在这里很久 西宝国小位在天祥的上方 沿途落石滩方 从空中鸟看 由外往太陆阁方向走 昔日翠绿的利物锡 被崩落的土石截断 远眺沙卡档桥 依然矗立 但山壁大片崩落 光凸成条状 太鲁阁台地 也有大面积的摊坊 小锥路柔长寸断 部分的路段被土石掩埋 步道更是断成好几节 尽管怪手把握好天气的时候 进入抢修 但余震不断 山区道路何时抢通 没有人可以打包票 要等路修复 但是现在看起来状况都不好 户序都是一直有石头 就是土方摊落 西宝国小在403 强震以后 师生一度受困山区 五天后中横抢通 南投县府派游览车 挺进灾区 把师生接出来 然后从南回绕过了半个台湾 回到花莲的富士国小安置就读 何时能再回到西宝上课 留下一个大问号 大爱新闻 翁楚文谢启全 花莲报道 遇到小宝宝哭闹 相信很多家长都会烦恼 可是日本习俗却认为 宝宝哭得越大声 代表越有机会成长茁壮 这是来自于日本的宝宝哭哭 相铺大赛 由日本的力士们站上图表 每个人手上都抱着一个小小的选手 他们要比谁哭得最大声 以及谁最先哭出来 他就是赢家 因为日本习俗认为 孩子只要大明大放 就会健康茁壮 休息一会儿 三分钟广告回来 要带您看 农委会园外大米 从2003年开始 辞济申请送到需要粮食援助的国家 三分钟广告后 回到新闻现场 历史惊天单元 突然素不是吃花喜而已 开口豆舌无不是法 吃也是一样 若能吃出道理 改变生态 但是 就是功德 就是功德 新闻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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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走月 开心 我很喜欢 微笑 地球共同的语言 营养不足或营养过剩 都称之为营养不良 偏食 挑食或摄取过多的脂肪与糖类 都会使体内缺乏适当的营养素 对健康产生威胁 会剩食通常都是挑食所造成 我们在配打的量 就都先打小朋友 就是大概他的一个需求量 点餐的时候我就会提醒他 你这样子点会不会太多了 对 然后他们一开始就可以选 譬如说他只要三分之二面 他只要一半的面量等等 就是他刚开始就可以选择他要减量 根据环保署统计 台湾一年回收的厨余量 约65万公吨 而被当作垃圾丢弃的厨余 一年更可能高达200万吨 如果每个家庭都能做好厨余回收 不仅可以减少垃圾量 更可以藉由厨余再利用 让圣食再回到餐桌 处理家中厨余就是这么简单 一键按下经过24小时再打开盖子 就变成这咖啡色的肥料 在家里面就开始做厨余的一个处理 自己产生出来的肥份 自己还有种菜 这样子的话菜还可以回到餐桌上面 餐桌上面之后变成厨余之后 又回到肥料 这样子一直一直的一个循环 根据台大公布的统计数字 台湾每年损耗的食材量 约368万吨 平均每人每年浪费158公斤的食材 高居亚洲第一 每样农产品都是农民的辛苦结晶 要爱护农业 滋养大地 首先不要浪费食物 从日常生活开始做起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天气方面 明天依旧是炎热的气候 不过中午过后降雨几率会增加 时间交给气象主播聂明君 气象看待陪您聊天气 大家好 我是聂明君 今天各地多云道请好天气 云层集中在中央山脉 大多数地区都可以看到阳光 而今天最高温在台东大午36.7度 主要是焚风的关系 接下来是台北市心域区35.8度 和盆地效应沉降作用有关 第三名也是35.8度 在屏东的内谱 而明天白天和今天一样热 气象鼠发布了高温预警 台南 高雄 屏东 还有台东 都可能输线36度以上的高温 一周降雨预测先看到明天 明天下午开始封面接近水汽增加 中部以北 宜兰 花莲 还有各地山区有短暂震雨或雷雨 越晚降雨几率越高 明天深夜封面通过降雨会更加明显 而周三周四几乎全台湾都会有震雨或是雷雨 西半部 东北部较大雨是甚至可能有短延时强降雨 要预防积淹水 由于台湾的五六月通称为门雨季 周三刚好是5月1号 因此是门雨季影响台湾的第一道封面 而周五东北季风减弱温度回升 但是水气还是多 东半部和西部山区依然会有短暂震雨 周六周日转东风或是东南风 各地温暖 多云道晴 山区还是会有短暂雷震雨 阴风面东半部也会有短暂雨 So follow me 为您掌握天气的重点 明天下午开始封面接近各地降雨蓄率增加 晚上开始北部 马祖 绿岛和蓝雨 还可能出现八级的强盛风 而马祖明天还是可能有雾或是低雨 影响能见度 首波 梅雨封面周三报道 局部有大雨要赶快疏同沟渠 而周三这一天也会降温 北部低温可能只有21度 接着来关心各地详细的天气预测 接着来关心各地详细的天气预测 历史惊天每天为您精选一则重要的刺激历史足迹 今天要带您看的是从2003年开始 台湾跟农委会申请大米援助国际 爱新大米前往许多粮食不安全的国度 而在2011年的今天是爱新大米首度抵达了菲律宾 由菲律宾的社会福利署署长亲自迎接 我们一起来回顾这段历史 2011年4月29号台湾百米人道原飞 印有瓷季标志米袋从货柜搬下 农粮署在台中港随即抽检 它热损力 它的未熟力 我们都给它做仔细的分析 刚刚分析的结果就是符合国家的标准 名字上人就是以我们最喜欢的东西 所以才送给我们的乡亲这样 此季向农粮署申请6800公吨 百米援助各国 其中1500公吨送往菲律宾 我都会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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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的爱是真的爱 我们的国家带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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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我们的国家带来帮助 爱欣慰 串起台北爱的连线 此季向农委会申请大米 始于2003年 第一个送往国度是印尼 那个年头印尼的贫穷率 大概占了17% 有了百米援助之后 他们省下来的买米钱 就可以让更多的孩子读书 而在东非国家墨三比克 每一次的灵米都伴随着 他们乐天知足的歌声 至于西非国家狮子山 虽然盛产钻石 但是一颗钻石 却换不到一包白米 亚洲国家柬埔寨 靠着石荒维生的老太太 终于也领到米了 这一包米让她今天晚上 不用再捡垃圾维生 再看到的是海地 海地被称为是世界上最贫穷 治安也最差的国家 一包白米让他们终于露出了笑容 而这一包包的米 其实上头都印着 来自台湾的爱 这一包米就像是移动的名片 所到之处都让人对台湾铭记于心 我一直在加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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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爱你 我的颗子 你再走 我就要赶快 我赶快 我想我瞧 可是他们在加工时 在海地的這個畫面 現在看來是格外感慨的 因為海地政治相當動盪 今年連首都都遭到黑幫占領了 短期之內要看到像這樣子 平平靜靜的 大家有秩序地排隊零米的畫面 恐怕是沒有姻緣了 而站在台上的這一位 是駐守當地的儒祭神父 他也是一位慈祭職工 他把台灣白米的米袋 做成帽子跟手提包 再再念念的是 希望這一份來自台灣的愛 大家千萬別忘了 再來我們回頭看到的 就是菲律賓了 菲律賓有很多家庭 生養了很多孩子 食指好凡的他們 光是買糧食 就要花掉收入的七成 也有很多的家庭 因此沒有辦法供孩子讀書 有了大米之後 他們家家戶戶得以溫飽 而最為特別的是 這些領到大米的人 從來不另於跟別人分享 我會非常努力在一起 因為我會有很多人 我會看到 你會心想要關鍵 我會知道 我會知道 我會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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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的一部分 真是一部分 我們會給我們 那么台湾为什么会展开大米外交呢 其实要从2002年开始 那一年台湾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按照规定每一年要进口40万吨的米 但是台湾本身就产米 加上进口就会供过于求 所以农委会就在那一年开始 规划了爱心米往外援助 而此季也是从2003年开始向农委会申请大米 年年都把珍贵的米送往每一个需要的地方 很感恩 从2002年我们台湾也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发布出了 可以台湾有米粮 可以做国际救灾的 那我们就提出了申请 2003年就开始 2003年就五万吨的米 就给了印尼 那印尼都分成了三年多 这样所需要的穷人 给他们 可以看到台湾爱心米 就在很多的国度 我们的米不是交给政府 我们的米是在那个所在 是亲手高高所需要的人的手中去 到每一条走不出来的人的手里去 这是台湾米去到那个所在 一粒都没给刷掉去 没有让它漏掉啊 这都是很诚的爱 百米原著是细水长流的慈善外交 到目前为止 百米已经送往20个国家 超过15万吨 一周一饭当司来处不易 这是历历皆珍贵的祝福 这就是历史今天 带您回顾爱心米的外缘 接下来带您看的是台南的荣民之家 捐出了250件辅具 由此祭回收清洁再改造 走过72年台南东区荣民之家 将功臣身退 不见天日30年 一张张养护床终于到户外透透气 老长辈满心期待 乔迁之喜 心未旧床还能再利益众生 除了床之外还有很多 论语都可以爱心的延续 很感恩这个社会蛮不错的照顾弱势 拆卸到组装 机械变电动 他们都将改装重新升级 今天一百多厂是最多的 所以需要17格去全部动员 两部17吨 两部5吨 还有两部3吨半 如果真的太严重 会把可以用的零件拔起来使用 尽量可以做到困难一心 代表一份尊重 退府会荣家 辅聚荣退 重新踏上爱的旅程 大爱新闻吴亦轩 郑瑞萍 台南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 感恩您的参与 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谱体 我是陈竹琪 祝福您平安 顺心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